第十二還沒講 第十二有沒有講 第十一呢 再來我們看 第十二還沒講 第十二的話 第十二就是我們剛剛用積分積到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用安美病例 也可以把這個長頭線管 的磁場給做出來 怎麼做 這個是長頭線管 是這樣子 那我要問你裡面的磁場 我要怎麼做 我就在這裡做一個環場機 然後的話假設電流是這樣繞的 電流這樣繞的時候的話 磁場往這裡 這裡磁場往這裡 那我用安美病例 V 多的D R 這是DL 那會等於多少呢 μ 0 多少 i μ i 我們先來看 我假設這個長度是L好了 我用了一個環場機長度L 它這寬度的話 那一都沒關係 那這個的話呢 我這樣的環場機包到多少電流 只要電流都是這樣跑出來的 包到電流的時候 μ0 多少呢 單位長度的渣速 對吧 再乘以I 再乘以L 對吧 單位長度的渣速乘以L就是總渣速 再乘以I就是總電流 包到的總電流 再往看看這裡 這磁場往這邊跑對不對 這裡的磁場也是往這邊嘛 但是路徑的方向呢 也跟磁場方向垂直 所以取內機等於0 還有外面這裡的磁場等於0 所以這個磁場呢 就是只有這裡的磁場 乘以這個長度 就等於μ0m±i 所以我這裡面的磁場 L消掉了 就等於μ0m±i 那m±就是單位長度的渣速 這跟我們剛剛積分的結果是一樣的